你见过日时吗 尤其是最著名的日全时 月亮完全把太阳遮在身后 把白皱变成漆黑一片 你想过没有 月亮相对于太阳来说 小的就像芝麻链 怎么能够把太阳给遮住呢 其实这完全就是一个巧合 尽管月亮的直径 只有太阳直径的四百分之一 但也恰恰比太阳离我们要近上四百倍 所以他们俩在天空中看起来 就显得几乎一样大了 月亮也自然就有机会 把太阳挡在身后了 太阳当然很不甘心 别说跟月亮比了 就是跟地球比呢 它的直径也是地球的109倍 质量更是地球的33万倍 事实上太阳系中99.8%的质量 都是太阳贡献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一个小天体之所以围绕 另一个大天体旋转 是因为它被大天体的引力 所束缚住了 月亮绕地球旋转 而不是绕太阳旋转 那就表明我们对月亮的引力 应该是大于太阳对月亮的引力 但如果将地球月亮太阳的数据 带入牛顿著名的 万有引力公式 可以发现太阳对月球的引力 几乎是地球的两倍 不月亮你别走 我们很需要你 这个担心有点多雨了 甭管太阳室多大近来 月亮在我们这都无关紧要了 只要是月亮在地球的 吸尔球影响范围内 宇宙中任何一个天体 不管是恒星行星还是卫星 在他们周围都有这样一个空间 其自身的引力能够压到一切其他天体 所产生的引力 即使对方的质量更大 这个空间就叫做吸尔球 地球所拥有的吸尔球半径 大约为150万公里 这足以固定住月球的轨道 但如果月亮离我们稍微远一点 或者整个地月系统离太阳稍微近一点 那么月亮就真的不会再是我们的月亮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我们下期见